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月13號 現在是半夜2點鐘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第11天的這個紀錄 那我昨天是停在47 425 然後 今天一整天被打了4場 然後輸了3場 贏1場 然後分數掉了大概 八九十分吧 因為我的分數已經在 在鑽石三這個階段 已經比較高了 所以說可能被扣分扣的比較多 好那今天一樣 就是先買個 3次次數就好 設定好自己的目標然後 期望值是 一場加50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位大打 37M應該跟我差不多 差很多抱歉 他是319級 可是星級不高耶 難怪我會覺得說奇怪怎麼好像 好像差不多 他是等級高可是星級不高 專武也不高 所以這位大大有可能是屬於 無課或是小課的大大 然後慢慢掛到319級 所以說他的那個角色的星級都不高 好那 那 試試看好了 雖然說高我9級 可是 專武啊角色的星級不高 那我覺得 還是有機會 因為我覺得專武是 是最重要的 當然星級也很重要 那我覺得 雖然我的等級比較差 但是我應該可以靠我的專武跟星級 來贏才對 好 第一隊是 老樣子 蝴蝶給你拉 然後看到女妖的話 我記得之前擺 埃龍跟萊卡都蠻有用的 埃龍吸過來之後看可不可以快速收掉女妖 萊卡也可以單點 然後小羊對上骨弓 然後奈拉拉蝴蝶蝶會一直免傷飄來飄去 然後奈拉就會跟蝴蝶換酒 麻煩的是這個有加30的骨弓 那希望小羊可以滅活到他 那第二隊 第二隊是 綠藝 綠三寶 好懷念喔 綠三寶加蠻血 我 我的那個劍羽遠征小時候就是綠三寶加 獅子加可愛所獅子 他是配啪啪熊 那 基本上我用妖光隊應該就 沒有什麼困難度了 應該啦 曜光隊 好 第三隊就是 亡靈隊 沒有什麼問題 那 那之前有說過就是 他的唯一的主攻擊手就是光法 雷恩其實沒有什麼攻擊力 所以光法被我 光法被我拉住之後 大概就沒有什麼攻擊力 所以古王反傷大概就吸不到什麼傷害 那不如上一隻攻擊手 OK 第四隻他就已經算是 算是亂白了 那我也用蠻血 可是我的蠻血其實星級 來講應該是勝率比他高 然後 然後 可愛所獅 中間可以打這三隻 還可以打到他 樹 比較賺 然後我喜歡斯克雷格 因為斯克雷格 一開始他會有一個 把人家打飛高高的一個 小小的礦場 好 這樣不錯 OK 然後第四隊 紅紅 黃黃紅 OK 那 希望我的星級可以 可以壓過去 還可以上一隻古王 你看 阿塔利愛去打古王 這個感覺就是很 很適合 然後 洛桑的話 我把羅萬 拉過來 羅萬拉過來好嗎 這樣羅萬丟錢 可是快速把 快快點把羅萬收掉 應該也不錯吧 還是先收掉洛桑 羅萬好 OK 好 再檢查一下隊伍 第一隊 綠藝隊 藥光 五光 應該是沒問題吧 好 OK 3比1 好我們來看一下輸了哪一場 第一場輸掉 然後 2 3 4 都贏 好OK 然後下一場 現在這個進擊其實都沒有什麼用 因為過了一天大概又會被打下來 除非我一口氣 我看看我還差多少 7900 還差了500分 其實雖然我現在我已經累積20幾張券了 可是 要衝也可以啦 500分的話 一場只要30分的話 我就可以衝上去 嗯 沒關係 我們先看看 39M 好 這個就稍微有一些難了 我們來看一下 盾 亡靈 他的我現在等級是312級 然後看起來他的專武並不高 1個加30的專武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我也是有 我也是有勝率的 那我應該怎麼配 看一下 這一場應該是 亡靈應該沒什麼問題 有奈拉在的話獅子就可以斬掉 那 那他的 他的耀光隊 對我耀光隊是對這一隻 然後 死靈對對這一隻 耀光隊對第三隊好了 然後綠玉跟他拚第一隊 然後第四隊的話 滿血可能會被控的不要不要 但是他第四隊其實他沒有配光環耶 兩個 兩個滿血兩個 所以 好應該是有機會 而且又77分 值得挑戰 好 第一隊 算是清空 重新排好了 第一隊 綠玉跟你打綠玉 看看 大樹 好沒有什麼要配 蝴蝶去魅惑 小羊去魅惑蝴蝶好了 好 第二隊就是 上亡靈隊 然後 然後 一樣 拉你的光法 然後獅子有耐拉在 應該收得掉 那這一場因為有獅子 所以我的古王就 就上去吸傷害了 那因為獅子可能會打過來 那我的雙子可能會比較快死 那我的雙子比較弱一點 轟架耶 所以躲到 躲到上方去 好 那第三場就是 要光隊 應該沒什麼問題 他有兩隻滿血 然後 那個 他會 艾倫會吸過來 所以光法比較弱 所以躲在上面 然後 羅萬應該是可以保護住大家 然後光盾應該開大 沒什麼問題 那 第四隊就是 算了 我還是上 我還是上滿血隊跟你拼 武功 被控就被控吧 看一下 好 沒關係 第五隊他應該是 這應該是 隨便上 好 那我看一下第五隊我有誰 第五隊我其實勝率沒有很高 看一下 先換他萊卡 先殺一隻 先殺一隻 魅魔 要上魅魔嗎 看一下 算了 魅魔會被奈拉拉 讓趴趴熊給你拉好 趴趴熊 趴趴熊 試試看 好 3比1也是獲勝 第一場贏 然後我們看 我猜是輸在 輸在第四場 欸 太快了 看一下紀錄 第一場贏 第二場贏 輸在第三場 第三場我還蠻有信心的 就是輸在第三場 藥光 輸在那個 那個滿血 哇 第四場是勝一隻 斯克雷格 斯克雷格 大翻盤 好 所以 運氣不錯 再來 哇 100分 這不可能啊 60M這個就算 他專武都沒開 我還是打不贏 這個 35M 這個星級就比較高了 星星很多 但是專武的話 只有光盾一個人有 有 有加30 其他專武都差不多 然後等級 欸 亞瑟是30耶 好 然後等級低我4級 所以算是跟我 實力相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亡靈隊是哪一隊 他算是混搭喔 嗯 他是混搭風 他的亡靈隊 算是在最後一隊吧 也沒有 所以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 還有 還是一樣 用綠玉去對他的耀光 然後 看能不能快速殺掉 可是又怕 古王在那邊亂 這有點麻煩 好 先這樣子好了 然後 第二隊是 要比較多耀光 第三隊是 比較多綠玉 那我的亡靈隊 就擺在第二隊好了 然後 一樣 先拉光法 光法 其實光弓也危險 欸 那光法跟光弓 我要先拉哪一隻 欸 所以 古王站在上面好了 先拉光弓好了 然後 這樣子 第三隊是 就用耀光盾 亞瑟沒什麼攻擊力 所以我的光盾就擺下面吧 然後 亞瑟很能抗 所以我光法放在上面去收頭 麻煩的就是這隻古弓 一次控場 但是我的光環 應該可以拼一下 那 這邊就是 大家都是蠻 大家都是蠻血 只是我配了一隻 有傷害力的女妖 那 這一隊就亂來 我覺得九筒 應該是我覺得耀光最爛的 然後 甘瑟跟帕帕熊換回去 我覺得帕帕熊應該會 應該會亂一陣子 好 試試看 好 3比0 獲勝 第一場獲勝 看一下 OK 我又升到下一階 要今天一口氣挑戰到鑽石二嗎 我來看一下 好 藥光 然後火王火下來了 這樣子 我還差400分 我如果打得保守一點的話 應該是可以 哇 你看這一場 接下來就很難賺分數了 44分是43m 可是43m應該是很難打 321高我9級 雖然說星級不高 可是 好客嗎 其實 他的專武是不高 專武是不高 可是你才加44分 然後再來就加17 加9加7 你一張券那麼貴 然後分數加那麼低 雖然有神秘人 沒關係 我有三次刷新機會 刷新一次看看 雖然說下面都很低分 可是這邊有一個76 所以 拼拼看好了 這個等級跟我差不多 然後專武沒有那麼高 沒看到一個加30的專武 喔有 埃龍 不過他在第五隊 我只要前四隊能夠贏就好 好 不然今天來挑戰看看有沒有機會 綠翼對 綠翼vs 綠翼 這就很難講 好 護保啊 但是我有埃龍 我覺得埃龍比較強勢 但問題就是這隻烏龜 好 那就綠翼跟你綠翼拼吧 第二隊這個已經碰過很多次了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可以拿下來 沒有問題 耐拉拉光法 然後再配一個女妖 避免光盾開大開開過完 到時候我們缺乏傷害量 第三隊滿血肯定 應該這樣講到輸的很丟臉 但是我知道 因為我以前是練滿血 所以我知道 滿血是會被那個光盾的盾 刻到不要不要 所以我決定 第三隊就這樣子 不動 第四隊就比較尷尬一點 第四隊 舞王讓你耐拉拉 但是 但是我的攻擊力夠不夠啊 第四隊有點 有點怕怕的 怕你要開大之後 就撐不住了 好 第五隊 第五隊就是問題的 阿塔利亞 其實第五隊我覺得 我覺得會輸耶 如果打到第五隊的話 應該就是我輸了 亞瑟就很能扛啊 然後 上個魅魔嗎 其實我覺得打到第五隊 差不多就輸了 好 試試看 希望不要打到第五隊 第一隊輸 對 四五隊都輸了 這一場也輸 所以說滿血 輸給了這個 這個 所以或許我應該放掉第一場 然後 二三四 第四場用綠玉對上 或許應該改成這個樣子 我記得再挑戰一次之後 那個大大海鎖 欸 我剛剛輸了分數是不是就被加回去了 我被扣幾分 扣38分 好 再試一次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照剛剛的內容重新擺一次 然後這就是一般的對陣嗎 這個 埃隆西過來 然後 小羊對骨弓 然後 蝴蝶讓內拉拉 然後 這一隊就是滿血 第一隊就放掉 蘇聯沒關係 那 可是 這樣子 雖然說 滿血是克綠玉 但是滿血沒有控場 所以 應該第一場還是會輸 應該啦 好 改成這樣 那第五隊如果說 前四場不能拿下的話 那我 那就是連輸了 好 試試看 如果輸了就算了 3-0 3-0 我的滿血 克贏第一場 第一場滿血克的那個綠一隊 然後第二場就是死靈克藥光 然後第三場就是 OK 好 我又上來了 剛剛輸掉下去了 所以 所以 還差400分 沒關係 繼續看一下那個 挑戰的list 這個 47分 47分 可以 而且才28耶 OK 那我不用動 滿血克制 打快 打快 第二隊 耐拉放的位置 耐拉拉住光法 其他 他們就沒什麼好看 好 因為我等級高比較多 第三隊的話 第三隊是亡靈 那我只要第三跟第四換位置就好了 亡靈的話就是綠翼 然後 奈拉給你 給你用蝴蝶 然後 討厭的是 討厭的是 阿塔利亞 而且是加30 那就讓 讓 萊卡去對 那 埃龍 躲在後面吸 好了 好 第四隊 耀光 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穩穩拿下來 沒有什麼問題 趴趴熊 會 會把他往後丟 所以說 B 還是讓女僕走上去比較好 然後 最後一隊 嗯 他沒有什麼會拉人的 所以我讓魅魔擺中間好了 魅魔擺中間大招才可以噴到全場 那 換女僕好了 把女僕換過來 讓女僕要 要走回到那個傷害率最高 要 要走比較遠 走比較遠一點 好 OK啦 這個高人家12級 這輸了就真的 真的不好看 哎呀還3比1耶 所以是輸哪一場 哇 對啦 滿血 還是不一定克 克綠意的 然後其他二三次都有 都有拿下沒問題 好 繼續挑戰 哇 這就不划算了 12分 9分 5分 4分 神秘人4分 刷一下 好 39M跟我能力差不多 314 哇這星星很多耶 這邊有一個 這是混搭風 第一隊應該是用綠玉去克 然後 綠玉嗎 第一隊可能是選擇用死 死靈嗎 對他只有一個蝴蝶 第二隊 第二隊的話 他要兩個耀光 兩個死靈 哇他真的是混搭 讓你不好去克制 然後第三隊 應該是用耀光 第四隊 哇他每一隊都 每一隊都 都是混搭風 讓你不好克制 其實王靈應該是配在第四隊 還是我應該放掉第一場 他的主力是在第一場 兩個加30 好麥西挑戰看看 我要放掉第一場嗎 不然我們來換一個方式好了 來試試看放掉第一場好了 既然你的主力都在第一場的話 那我就第一場放掉 然後最後一場是 用五滿血 這樣子 可是 乾瑟爾會換人 這樣子 換誰 換斯克雷格好了 然後 獅子在下面 這樣又比較好嗎 沒有可能還是會輸我 因為他有鼓光在 還是重來好了 OK 第一隊用 用亡靈去克 他有蝴蝶 那 鼓王還是收起來好了 我就先把 先把光法收掉 而且我有控場 然後我又有 我又有雙子 所以應該是可以 第二隊的話 兩個亡靈 第三隊也是兩個亡靈 第四隊 這個用 綠三寶 這樣子 然後 吸這三隻 這樣子不會吸到鼓王很好 不然吸到鼓王之後 怕反傷會 會有問題 所以第二隊這樣子應該沒什麼問題 第三隊 只有一隻獅子 而且他沒光環 你看我這樣子差就差人家25% 那第三隊其實也是亂亂的 沒有什麼威脅性的敵人 都是比較純傷害 如果我的那個光盾開大開起來之後 其實他怎麼打都打不通 然後第四隊就是 然後第四隊就是 接下來我就 我就沒有什麼強隊了 第四隊的話 耀光會 克蠻血 但是也沒辦法 可是他沒有把人家拉過來的 這個技能 而且射恩會衝到後面來 所以 我看一下 這一隊可能改一下 既然射恩會衝過來 那我們就 放一個 放一個那個女王 等他自己進來 然後 依舊是克萊索斯在這邊 然後 獅子在下面撐著 斯克雷格 然後希望魅魔可以發揮作用 第五隊 排了半天 第五隊還是 還是 還是沒人可以用 所以打到第五隊我應該就輸了 是不是還有一隻古王 除非古王可以發揮什麼 什麼作用 讓古王跑到後面去嗎 被他吸過去 那我願意讓啪啪熊吸 打打看 3比0 OK 所以第一場拿下來 然後 看一下 第二個場 綠衣隊也贏 第三場 腰蜂隊也贏 OK 還有 這個6176蠻補的 因為我升一級大概要 一萬K 一萬一千K 所以這樣子不錯 應該說升一階啦 要一萬一千K 好 所以再打230分就有 這好補喔 可是46M 很難捏 高我 高我15級 高我15級 這是等於是魔王等級的 但是他的 他的星級跟他的專武都不高 唯一高的只有 第一場的那個 阿塔利亞 值得挑戰 這個打贏這一場就 就很划算 那我要拉 拉誰勒 拉羅萬 羅萬會減傷 我還是先收掉羅萬還是先收掉光盾呢 先收掉光盾好了 那因為他有阿塔利亞 所以我的古王就要回來了 先清空好了 試試看 希望可以 來 古王給你拉 好 然後 一樣 雙子 先拉光盾 先收掉光盾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因為 第一個是亡靈有課 然後第二個 我的控場能力 也比較強 雖然說差15級也是差很多 然後他這一隊就是 女王配上那個 埃羅 吸吸隊 一吸吸過來這樣子 所以這一隊的話 應該就是上 上 藥光去課 希望我可以撐得到 藥光開大 互助 羅萬加三色也是有差 在這一隊 配一個光法 蠻奇怪的 他是想說 我看一下 如果是配光法的話 蝴蝶 這樣子 這樣子 OK 我主要是先殺女妖 然後 小羊去魅惑光法 然後 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第四隊 我覺得這樣子配 他也沒什麼攻擊力 埃茲其實沒有什麼攻擊力 這其實也是主防禦 那他的那個能量加給誰 所以我覺得這場外波還是有七七機會 至於說卡茲的那個攻擊力很強 所以就讓會鎖血的這個獅子 在下方 然後 女妖算是一個攻擊手 最後一隊就 這是滿血隊 如果是滿血隊的話 我要把誰換過來 換個老鼠好了 換誰其實都沒什麼差 好 希望不要打到第五隊 哇 等級差耶 還是有差喔 1比3 所以第二場 耀光隊輸了 然後第三場 綠玉隊也是輸了 然後第四場 滿血隊 還是輸了 OK 所以差十五級還是有差喔 掉了三十三分 剛剛打他贏的話可以加三十 看一下 所以我還差兩百六十分 兩百六十分的話 其實應該是應該是有機會啦 今天打去全部把它打完 這個等級比較低一點 二十幾分就打吧 哇 這打完不知道幾點 等一下還要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新手的 新手的 盡量就錄二十分鐘就好 這個拉誰咧 都沒什麼攻擊力 那就只要 只要先拉光盾就好 然後配上一個攻擊手 然後第二場 耀光 好 好 不用動 耀光客滿血 第三場的話 他有阿塔利亞耶 還是我放掉第三場 放掉第三場 放掉第三場好了 這樣子 好 埃龍去吸這個 然後大樹 然後這樣子 那第三場的話 看一下還是第五場 第五場是攻擊力的 我要用滿血去對你 阿塔利亞會跑過來 女王在上面開 然後獅子給阿塔利亞打 好 趴趴熊比較不會被 被被被控上 好 好 試試看 3比1 輸在哪一場 亡靈隊 呃 輸在第三場 對阿塔利亞加35 五星耶 所以 銀類也是奇怪 好 我又回來了 還差230分 230分 哇 加37 40m 這個多我6級 比剛剛那個15級好 所以這個應該是有機會吧 看看也沒有什麼很強的專武 對阿塔利亞加35 三十七分 OK 第一隊先等一下 先看到其他隊 第二隊穩穩用 拉誰 拉女騎士好了 然後 然後 藥光隊 嗯 好 沒什麼好便 那第四隊呢 綠隊 綠隊 就 剛剛那個是五星的阿塔利亞 比較可怕 現在這個就 就比較沒 沒什麼可怕 這個沒關係 就給你打 趴趴熊給你打 好 趴趴熊給你打 欸不對 斯克雷格給你打 然後第五隊 嗯 第一隊 只剩第一隊 那我要吸哪邊 嗯 蝴蝶這樣子 然後一樣是吸這邊 然後 然後 大樹比較耐打一點吧 這樣子 嗯 算了大樹站 站在上面好了 最後一隊 應該沒得選 哇 有誰 干涉 喔這個才紫耶 這是紫色吧 好 打了三十幾分 哇 一輸扣67分 2比3 第二場輸了 哇 第二場輸了真的很傷喔 應該是被光盾的這個開大節奏開起來了 然後第三場也輸 想說耀光應該是克 然後第四場 第五場還是輸 OK 所以我又掉下來了 沒關係 那我還有刷新的機會 再刷新一次看看 加62 41円 哇 這應該是沒有機會了 五星的阿塔利亞 然後 加30的大數 感覺上就是超級硬 OK 所以說今天本來想說有沒有機會一口氣 推到鑽石了 看來是沒辦法 所以我今天用了多少券 看一下 用了四張券 還OK 還OK 還有三天 那今天就推到這邊吧 所以今天的紀錄是輸兩場都是輸給等級比我高的 一個是高15級 一個是高60級 所以還是挑等級低的比較有機會 然後今天大概是打了 打了快十場有了吧 好 那今天這個全球錦標賽的這個影片就錄到這邊 然後我是阿天 那明天再見 好 掰掰 掰掰